988新闻线 这个星期开始 燃油价格会在星期三公布 所以就要给你公布一下 我们来看到燃油价格是维持不变的 财政部公布了新一周的价格 明天开始到下星期三 RUN95汽油价格每公升20级05仙 RUN97汽油价格每公升20级35仙 柴油价格则是每公升20级15仙 没有变动了 大家不用心慌 我们要上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 原来我国有超过100名议员 他们是属于高风险群的 那内阁就向元首建议所不召开国会 严重违反SOP才会重罚1万令吉 而且政府是付权于地方政府开出罚单 台里说疫苗接种计划 其实已经纳入了私人医院 费用是全免的 11号开始隔离 需要佩戴电子手环 而且医生可以发出居家隔离令 确实是一些新的措施 而且在纷纷扰扰很多建议之后 我国这冠病的监控设备升级了 从3月11号开始 以下的群体会被强制带上电子隔离手环 或者是普通的隔离手环 在医院或隔离中心接受治疗 或是居家冠病确诊病例的这些患者 都必须要带上这个手环 还有第二就是疑似感染冠病的密切接住者 也就是受调查病例 简称PUI的这个群体 以及第三个是受监督病例 简称PUI的群体 那卫生部长阿翰爸爸就解释说 电子隔离手环主要就是让那些 在居家隔离的人佩戴 因为比较难监控他们 他们就在家 那他也是今天呢 就是阿翰爸爸他跟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处部长 达基尤丁 他们一起在内阁会议之后 召开了一场记者会就向大家汇报最新的一个情况 达基尤丁他就有透露 这是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 在线报上颁布的2021年紧急状态 传染病防范及控制条例下的新增的这个 第15A条文 他就说到这个电子手环呢 就会由卫生部发出 那如果以上的人士就是刚刚列明的那三个群体 如果他们拒绝佩戴的话呢 就会被罚款而上述的条例就会在3月11号开始生效 一直到紧急状态结束 也就是8月1号为止的 是的终于等到了电子手环 另外呢3月11号开始 私人医院的专科医生或者是普通医生GP 就可以发出居家隔离令 或者是隔离手环或者是追踪的这个装置了 阿翰爸爸说如果医生相信病人已经感染了冠病病毒 就可以直接发出居家隔离令 这是为了在筛检结果还没有出炉之前呢 可以更快速的去控制冠病的疫情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可能他自己患上了冠病 就是他得到这个确诊的报告之后呢 他没有得到官方的一些通知什么样都好 他们只能够自己在居家隔离 又没有得到任何的这个指示 而这个就相信这是为了要改进 而且要让这个措施更加完善而宣布的 另一方面呢 我们看到卫生部长阿翰爸爸也有说到 中国方面呢 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资料 那我国的卫生部方面也正式批准了中国的科兴疫苗 那关于前阵子闹得沸沸扬扬 这个有VIP插队要接种疫苗这个课题呢 现在阿翰爸爸他就有回应 他说都是谣言 他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接获任何插队 就是要接种疫苗的投报 达基优丁他自己也讲啊 只有媒体在报道插队接种的事件而已 所以是完全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件 虽然卫生部长就讲他没有接到任何的这个投报 没有投诉嘛 不过其实之前如果你有听新闻线 或者是整点新闻都好 我们都一直有在报说 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凯里 他就已经证实确实有高官插队接种官兵疫苗 他自己呢就接获了很多的匿名投诉 所以可能很多投诉不是去到那个卫长那边 是来到这个凯里这里了 那为了杜绝这样的事情 其实凯里也有透露啊 相关的单位都已经制定好了前线人员的定义 就是有详细解释谁才是前线人员 就是避免插队去接种疫苗的事件在发生 我们继续来说这个全国官病免疫计划吧 因为开跑了一个星期 到底有多少人登记接种疫苗呢 凯里就说 截至今天早上8点 全国有1741364人 透过MyserJater手机应用程式 登记接种疫苗 而截至昨天为止呢 正式接种疫苗的人数 接种第一剂疫苗的人 也已经超过了5万3千人接种的 那也给大家预告一下呢 等一下我们在Facebook Live的新闻线部分呢 我们也会给大家讲解 要怎么样用MyserJater手机来登记接种疫苗的 话说呢 昨天就好几个单位一直在呼吁政府要开放 让私人医院可以购买疫苗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协助加快实现群体免疫 因为现在就是只有政府医院在接种的话 可能比较慢一些 那对此其实凯里有透露啊 原来要搬台医院等等的私人医院 就是有部分的私人医院 已经在第一阶段的这个冠病免疫计划当中 有作为私人界医护人员的接种中心了 就是他们已经开始在协助接种疫苗 他还说到啊 这个政府呢 将会根据之前宣布 就是会在第二还有第三阶段 纳入更多的私人医院 因为政府医院的人手真的是不够的 那凯里有预计在稍后的阶段 每一天接种的人呢 会去到七万五千到十五万 这一个这样的一个数字 但是现在 这个目标其实还差得挺远 因为到昨天为止才有五万多人嘛 那较早前其实凯里在一项活动上 也特别有表明 如果人民突然被安排到私人医院那边 接种疫苗不要惊慌 因为呢 所有的费用都是政府承担 他有强调 只要是全国免疫计划之下呢 都是免费接种冠病疫苗的 而且现阶段政府并没有 由这个私人界去售卖疫苗大计的 现阶段还是免费的 另一方面呢 掌管经济事务的首相署部长穆斯达法就说 全国冠病免疫计划呢 会有助于恢复人民对于商业活动的信心 同时可以推动经济成长 他昨天在电视访谈中就说 接种疫苗的同时 也可以让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在今年取得6.5%到7.5%的成长 有这样一个乐观的预测了 那当然我们来关注一下 我国今天的疫情数据了 连续第三天呢 单日的确诊病例维持在一字头 那今天是新增了1745宗的冠病病例 比昨天又稍微的回升了一点点 另外呢 今天又有7人死亡 累计的死亡人数是1148人 今天有四个州所的新增病例达到三位数 而最多的当然就是许兰俄州啊 有640宗 接着是柔佛州的376宗 沙拉越有139宗 和霹雳州有136宗 卫生总监诺西山说 今天还增加11个感染群 当中的9个是涉及职场的感染群 其实诺西山呢 他就有在早前发布 传染病动力学模型 就是SEIR 这一个推算图 这个图呢 就看到说 如果我国可以一直把冠病 基本传染数 就是我们简称的R0 维持在0.8 那么我们在 我们我国啊 在单日的这个确诊病例 会在4月中下降到1000宗以下 如果是以 就是0.8的这个R0 传染数来计算的话呢 我国预料也能够在 今年5月底压平这个曲线 虽然现在病例说 去到那个时候 可能没有办法去到0啊 但是单日确诊病例 是可以减少到 大约200宗左右的 就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如果是以 0.9的基本传染数来推算的话 我国的单日确诊病例 预料还要必须等到5月初 才可以下降到1000宗以下 所以只能够说 同志们我们还需要再努力 加油 加油 真的说加油 好我们来关注今天 现在部的这个问题 来问你哦 部长解释这个 1万令吉的罚款 只是针对严重违反SOP的案件 那你是怎么样看这个言论的呢 给你两个选项 如果你觉得认同 严重违反SOP应该罚更重 你可以点选love 那如果你觉得不认同 罚款太重就会有问题 你可以点选love 欢迎去到988的官方 Facebook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 再下段回来 就会详细跟你讲 到底那个罚款是怎样可以 就是那个range有多少 怎算 是 回来跟你说更多 也会有这个关于国会 开不开会的这个消息 继续跟大家跟进的啦 好像四分钟 就是现在如果在Facebook live的话 我们就会跟你讲 Miceinjetra登记接种疫苗 988新闻线 欢迎回来 你好 我是冠贤 你好 我是湘君 来到了晚上7点42分 继续收听988新闻线 让你紧贴时事不断线 我们今天 接下来这个线就要去到 这个罚款那边 因为我们知道 之前政府宪报已经颁布说 我们这个违反SOP的 这个罚款 去到1万令吉 最高 首相署部长 他就有说 这个有关于违反SOP 罚款数额调高到1万令吉 其实是针对 严重的唯利案件而已 他说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呢 其实这罚款可以是100令吉 或者是500令吉 严重的话就可以超过 甚至可以超过1万令吉的 是高达10万令吉这么多 严重是几 严重才叫做严重呢 为什么会突然间 YouTube多出这个 10万令吉的严重 就是你没有好好跟我说 到底什么叫做严重 然后第二就是10万哦 之前不是说1万的吗 好我们往下解释 答题我一定是这样子跟大家说 因为政府已经修订了 342法令第24条文 那违反SOP的人 一旦被提控 就是直接控上地方法庭 就是更高级别 已经不是推示庭了 也就是说 到了这个地方法庭的那一边 可能是可以被判处 最高10万令吉的罚款 他补充 之前在342法令的第24条文 是没有阐明这个罚款数额 所以有关的案件 如果带上法庭的话 一般只是带到推示庭 那最高可以判的 这个罚款数额是 25000令吉 可是现在你一旦 唯利很严重又控上庭 就是可能可能 需要那么高的数额 就是为什么 就是整个东西 已经提高了 那个严重程度 他说这显示出 政府是严正看待 违反SOP的人 同时呢 也是为了要遏止 这个冠病传播 那媒体就问到了 罚款数额太宽 在执法的时候 会不会有偏差呢 就从100到10万 不要讲10万 那个是去到法庭 到1万嘛 这么多的一个差距 那达基尤丁他就有讲 会向这个执法官那边 提供个指南 像是如果你没有戴口罩 罚款数额是多少 他是有个清楚列明的 他说这个官员 不能够随意开出 罚款的数额 就如果我是人民 我是希望说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知道 那会不会有不同的官员 可能搞错了 这样子我们才知道说 我们还是在那个范围里面 那他也有说到 如果是重犯者的话 可能就会面对 比较高的罚款数额 他就指出政府将会 动员4000名额外的 执法人员 来监控整个SOP 遵守的情况 是另一方面呢 卫生部长阿汉爸爸 也是有透露 地方政府也已经 被赋予权利 就可以向唯利的人 开出罚单了 他说之前向唯利者 开罚单的只是警方 还有卫生部有这个权限 但是现在地方政府 也有这个权利了 就是下放到 更多的执法官员 可以针对那些 违法SOP的人开罚单 这个SOP真的是一定要跟 我们来看一下 教育部也有另外一个 关于SOP的跟进 就是有条件行管令 CMCO地区的学校呢 依然是不能够举办 涉及外人的活动 也不可以让外人 使用学校建筑物 教育部是在前天 更新CMCO地区学校的 标准作业程序SOP 当中指出涉及学省的 任何形式的集会 或者是活动啊 也是不准举办 涉及教师讲师 或是教育机构成员的 毕业典礼推介仪式 或是荣修仪式 也都不能够进行 那关于国会 是不是可以召开这个事情呢 其实掌管国会 及法律事务的首相 主部长达基优丁 他今天有透露 内阁已经向国家元首建议 在紧急状态期间是 不会召开国会 他说呢 国家皇宫就表示 如果要召开国会 就必须要根据内阁的决定 那现在内阁的建议 就是不召开 他还说 2021年紧急状态 必须全力条例 第十四跨红一条文 是明确的阐明 紧急状态期间 不会召开 也是不会解散国会的 达基优丁他有强调说 由于紧急状态期间 国家元首可以 在线报上颁布条例 所以呢 当这个元首都可以 已经立法的时候 就没有召开国会的必要了 那到底是什么理由 不召开国会呢 达基优丁提出了 国盟政府的三个理由 其中一个他说 超过100名国会议员 是60岁以上 属于新冠肺炎高风险群 因此呢 政府不希望 为国会议员 带来感染的风险 毕竟国会那里 也是封闭的空间嘛 而这些60岁以上高龄 他们就算是比较危险了 对 那他就有说明 现在你看 我们有220名的国会议员嘛 当中77人 是60岁以上的人士 70岁到79岁的有19人 80岁以上有4人 90岁以上就不用我说了 这是他讲的 所以我们也讲 也是不用说 就那一位 对 那他还说到 国会会议期间呢 每一名国会议员 是可以携带三名助理 政府官员也可以 就是去到国会那边 因此国会内的人数 是非常多的 他就重申了 政府要国会停摆 问题也是不存在 因为紧急状态 实施到8月1号嘛 也就是说 国会只有6个月20天 是没有召开会议 他还有说 刚刚也不是说 三个理由嘛 其他两个理由 就是包括法律的理由啊 还有包括了 科学和数据角度的理由 那对于达西尤丁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一个回应呢 其实西蒙他就有认为 他就有指出 这是不尊重国家元首的预令的 而且呢 国盟所给予的理由 也是很脆弱 而且很肤浅 让人完全不能够接受 西蒙还说 2020年国会召开了 55天的会议 就是去年我们有开了55天 并没有引发国会感染群 当时呢 也没有一名国会议员 感染冠病 他们呢 还提醒这个达西尤丁 那时候 没有一位国会议员 接种疫苗 所以他觉得 对照这样子的话 现在是不是我们 有在接种疫苗嘛 所以呢 西蒙就认为 这证明了 国会采取的SOP是有效的 因此 国会可以现在就召开 不需要再拖延 针对开不开国会这件事情呢 其他人也有意见的 像是昨天政府已经宣布 我们从3月5号开始 所有州属的MCO都获得解除 那巫统主席阿末沙西 就质问政府了 哎 现在我国的所有州属 即将就是不会有MCO 对 更多商业领域 也可以获准营业 是 那国会什么时候可以赴会呢 他在脸书贴文那边指出 部长们请前进 我们必须为了人民和国家利益 开国会 因为这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嗯 除了他之外呢 看到了前首相纳吉 也在脸书贴文 列出政府最新放宽的清单 包括说可以举办会议啦 可以结婚啦 可以开生日party啦 然后可以去一个开研讨会 那接着纳吉就调侃政府啦 你允许开放戏院 国会议员 你也允许跳槽 但是你却不允许我们召开国会 他就问 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戏院那边开国会咧 好了我们看到 巫统这两大领袖 好像越来越频密的对国们开炮 今天就有一个大爆料了 这是巫统前总秘书安努亚穆沙 他揭露 阿姆扎西上个星期 已经致函土团党主席慕尤丁 告知巫统是不会跟土团党 在来届的全国大选合作 同时双方的合作关系 会在国会解散之后 就正式结束了 他说得到的消息就跟他说 巫统主席在2月26号写信给了土团党主席 穿得了2月19号在彭亨州 召开巫统最高理事会会议的决定 安努亚就要求阿姆扎西 你要确认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 如果是真的 那为什么领导层要越过巫统大会表决之前 就自行决定呢 那也是联邦直辖区部长的安努亚 在脸书贴文是大力的批评 有关决定只是会为巫统带来负面的效果 那另外一方面看到当今大马引述巫统内部的消息 证实巫统是真的有发出信函 就告诉将会停止和土团党的之间的合作 这消息还透露说巫统国会议员会继续支持国盟政府 一直到国会解散为止 那不过这个消息就表示啊 有关的信函到现在还没有获得土团党的回复 好嘞 今天现在VOT的单元 我们来讨论的是部长解释 这个1万令吉的罚款只是针对严重违反SOP的案件 你是怎么看的呢 OK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蛮多的 74%的朋友是不认同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他们认为说罚款太重的话就会有问题 还有26%的朋友认为说 其实严重违反SOP就应该罚得更严重 他们是认同这一项新的宣布的 所以还是很多人针对这个数额高 是比较有意见 可能他们觉得太高吧 对 看到King2又说 好像今天不是这么说的 最高10万 他这样子说 你不能够只是看我们的现在VOT的帖子 你要听新闻线 新闻线已经跟你说了 那个10万是怎样来的 对 因为就说政府应该要仔细列出 什么是严重违反SOP 是犯了什么样的罪行呢 才会招致重罚 人民要有参考 不能由执法人员说了算 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公开出来的 公开透明 大家也没有空间去指责太多 那New Shao Jin他就觉得说 这样子担心有更多空间 可以double triple 然后很多bill的这个standard 然后韩颂就说 不是钱多少问题 太多会担心滥权问题 先帝则是说 现在的人民要拿1000出来 要等有拿薪水才有 何况是1万令吉 我觉得有很多人是担心说 就是我违不违反 是不是有时判定会出错 因为之前有执法人员出错了 然后这个国防部长还出来说 你们可以去在就是求情 求情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情况 如果有问题的话 那看到JJ出海也说 一如既往 所以在意的还是执法标准 如果标准真的是犯法的话 罚多少钱 你都无话可说 就是担心说罚错人 这个就是大家人民的疑问 赶快公布那个指南 告诉我们罚款到底是多少 我是冠贤 我是湘君 我们明天晚上新闻线再见了 这时候送给你 Jan邓子祺依然睡公主 早送给你